大家好 我是凡凡 今天来到这个菜市场 包黄火买一只鸡 做鸡汤 前面这里就是卖鸡的 这个大姐 在这里卖鸡 多少钱一斤 15块 15啊 我买半只吧 就这里有半只是吧 买个半只就可以了 你这里最少的话是卖多少 最少最少是卖半只还是卖多少 最小的买半只 最少都是半只啊 那行那去买这个半只吧 看一下这里多少钱 24块钱 24 啊可以 这个全部买了 让我帮我剪一下 那你这个鸽子蛋有没有 没有鸽子蛋没有 那你这里怎么有鸽子呢 那个凤凰鸵不要了 那不会太碎了 不要太碎了 把那个鸡腿什么都留着不一碎了 然后再买一点红枣 这个 这是口琴吧 不是红枣吗 这个是红枣 你要红枣是够钱 红枣 这个是红枣 买半斤 半钱多少钱 半斤6块钱 好的买半钱 现在这个鸡肉买好了 一共花了30块钱 现在回去帮黄火做鸡汤 然后又买了一块香肝 花了5块5毛钱 黄虎他说的他想吃这个香肝 现在开始煮西汤了 我打了一大锅这个水啊 因为又把这个鸡肉煮的很难 估计又煮个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放点这个红枣 再煮一煮 煮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差不多了 那个鸡肠做好了 现在帮黄虎炒一个麻糊豆腐 这个杯要太大了 然后这个是 我的邻居啊 一个大美女他帮我炒这个麻糊豆腐 因为我不怎么会 好了 这个麻糊豆腐也熟过了 黄虎他说了 除了那个豆腐 他还要炒一个香肝 虽然这个香肝也不能炒一点 这里太多了 炒一半就可以了 这个香肝放了很多姜油啊 这个也是帮黄虎炒的 但是姜油太多了 所以现在吃不了了 现在的话只能吃这个豆腐和这个鸡了 做了两个多小时 将于这个鸡汤和这个豆腐做好了 现在帮黄虎伸不去